真的需要拿料,像上一集我做的东营名气售卖在香港 我都去那些店铺去问他们的销售情况 在上一集的美港道成人用品 其实我习惯了亲身去到那些地方去问他拿料 但有很多朋友自从我做这个节目都很自然问我第一条问题 大无私药可以去哪里都可以,不怕被你老婆去问 我说有时不要这么肤浅,我们做这些东西 不要想着你可以亲身再去那些地方、场所继续去拿料 但你要记得我们做这一行一定有一个守质 拿料就是拿料,不要拿别人便宜 因为你还不起给别人 我怕听众门还未知道我们说什么 意思是举例,你去这些场所上 训练啊,你问他有什么介绍 记得你要上来拿什么料 你就不要看到,这个女儿也可以 又或者不要过分地答应对方任何东西 因为你很坦白说,以前部网、副网、报章你还是说 记得多写我,不知怎样介绍一些人上来 这些可能能力泛力,你不可能下下答应别人 因为很多人都在排队要出的 这么说吧,世界上有一个叫闲稿 譬如举例,以下讲正经不讲咸咒 譬如以前那个纲位写的日本东西 都有黏的餐厅、道理箱 都会招待吃,吃了闻心那一餐饭 当然完全不用付钱 但是吃得来,你真的要吃 人家为什么要请你吃 就是希望你介绍 VIP特意做的餐给你吃 希望你介绍这些好吃 因为在香港始终有很多妇女团体 而且警方就发现这个问题不行 你是过了那一回事 因为涉及未成年少女 或者有很多十七八岁可能还在读书 就算她不是读书 她的年纪始终太差 变了她雷厉风行 一定要打下去,她觉得你太过分 这种产业太过分 打下去,她没有想到 最初打一间,就收拾一间再打下去 但是她没有想到警方对于这个决心是非常大的 你再打,我再打,再扫一场 是扫到你一间都没有 因为想起来,色情网吧这件事 虽然刚才也说了,不同锅场各种各样 你想想,如果你说太举例 28岁女人陪你上网有字,说不通 其实早阵时我们看新闻也有读书 香港看新闻就说,赌破一个儿童识情常所 我傻的 我第一次听,儿童识情常所 比五岁年少玩个骨牆 我脑还想起那些东西 不是,在里面的女生只有十四五岁 这些就是出力打 一定出力打 因为太容易进入门栏 还有一个,她的手法经营是有问题的 她除了女生年纪很轻之外 不是说不做就不做 她一定用一些手法捆绑到你 比如说你走就要赔钱,类似这些 你是做了很多东西,令到没有人会接受 因为在这个色情网吧里面的后遗症是怎样呢 学校也有吵,很多妇女团体也有吵 社工界也有吵,因为有一群人是一定有 而且进入的门栏太容易 进去的很容易 因为你去网吧,你不是夜总会 夜总会你还怕碰到什么uncle 或者你看看你的层面会碰到什么 因为你有很多的女生是瞒着家去做这件事 她所佔用你的时间就不多 她可能当你出了街玩 然后回到家,你怎知道原来要上班去那些地方 明白 你更加会打击得很厉害 但是客路来说,除了独男宅男 是不是正常比较连长的男人 懂得玩,可能成熟一点不玩 可能几百元去马铛 那时候还有日式子押 还有洗得起的,你就去舞厅 即是日式夜总会 好像佐敦那些,类似的舞厅 茶舞 可能真的上网 应该这么说,网吧应该在某个年代的人 是有玩过的 但是到今天你说有哪几个玩过呢 那个位置不会很阔的 是那个税数那个消费者才会 我觉得好像挺顶人的 网吧 如果他不过那条线真的找太多 他可能去这个行业生存 也是刚才那句 因为整个环境和你帮衬那些人 感觉的年龄层一定不会比较大 相对比较轻 其实你两者 可能你进来的那个年轻 还是还未毕业的 叫做早稻田执男 为什么做执男 虽然这个节目 听了节目应该都知道什么执男 重礼、干笑都要解解 什么是执男 执男就是那些 去到那个位置 你跟正我 他射不出 或者他那些就利用第二个 什么扣练乃 不是不是不是 执男就是负责派执 派执就是什么 总之通常 看他们有些人去做执男 就说现场你就穿一条under under就没有派 那你不是废话 他是没有指定叫你穿什么 试过有一条茂里 他就 我看这片要穿白色细条的三角褲 我没有买了 买一条茂里的到场 到场 接着就准备 买位 打飞机 到那一刻叫你射 点心就即叫即声 拍AV就即叫即射 走过去就负责做射的工作 那些是执男 他是由几千元的酬金到要付钱 当然你感谢制务集就一回事 有这个工作 为何是祖道田执男 要讲一讲 日本三大学府 东京大学 祖道田大学 和庆英大学 祖道田都是名校 但名校和东京大学有些不同 东京大学你可以说是相对很多人毕业了 就去政府机构做高官未来的铺路 祖道田可能相对没那么保守 让你发挥多些创意 所以这个学生就有创意到做执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照片 看看康介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康介 康介一看就知道骨骼正奇了 为什么每个都赚到钱的 真是令人羡慕 你看到祖道田大学三年八学生 看到那个音读做小的 虽然有个条字 是小宠康介 他就是一个blogger 一个写blog的人 他就是一个 梦想做成人动作片男优的 风俗blogger 专写色情场所blogger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张照片 看不到他有多英俗 我们先看一张康介的照片 看下一张 这个人都说了骨骼正奇 我看下一张 康介 这粒子 多英俗 好 我们来讲一下康介的背景 康介被人为人认识 当时是一个祖道田大学的学生 名校 最初触发到他去写这些 甚至写这些风俗的报告 和去做 他还想去执男 亦想去做A片的男优 不是天生去淫战 不是天生喜欢滚 是源于一个经历 一个经历 不是高桥胜自己的 什么14岁打飞机 不是14岁智慧 不是这些 原来以原本的处男 这是废话 是人出生都是处男 他当时读大学 仍然是处男 经过次代 有人拉着他 拉着他什么事 先生 我看你的骨骼正奇 我介绍得好东西给你 怎样 你看看A片 看很多 我们去介绍 女优和你做 真做 是不是 什么价位 12万多督计数机 都是8千多港币 都OK 我按照 提款卡 我按照 那些钱出来 这样就去了 去到 骗局 那12万元就被人拿了 然后他就觉得 我高财生 我考虑到大学 怎么这么独立的 我个样本身 骨骼正奇 摆明聪明仔 我还要吃聪明豆 摆明聪明仔 怎么这么独立 被人骗了 不行 我自暴自弃 自暴自弃 他触发他做什么 明明是主男 我现在自暴自弃 放弃人生 我要滚 那开始去滚 那就是常落 那种色情场所 那种浴室等等 周围嫖 甚至嫖到 有一些 有种会送上门 召唤了女郎 然后女郎 去指定的酒店 或者是场所 或者是自己的家 然后父母出来 可能去旅行 或者走开座 召唤女上去家 照教 把这些经历 就 不是啊 党络时代 当然要写出来 人家不知道 怎么知道我威衰市 怎么知道我破处 然后开了一个blog 就不断写这些东西 没多久了 同学看到 哇 你叫PG仔 然后回大学 就举报了这件事 举报的时候 下午处就叫匡介 你来一下下午处 有来跟你谈 你猜会有什么后果 说笑你猜 以为心想 这件事大件事 那就没书读了 对啊 我觉得 你猜是这样 老师来读 是不是你写的 是 是呀 我写的 喂 老师说有多令人 哇 这间正啊 原来 刚才我说了 他很兴趣的 我以为老师 就算是欣赏 他都要隐藏心里 因为老师 就跟他说最关键 第一 你现在够秤的嘛 你够18岁 第二 你光顾这些女孩 你够18岁 这些合法东西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1000元 请职订购支持